大家好,欢迎回到芒向编辑部节目时段 这一节是非常严肃的话题,大家就不是这么搞笑 还有,我们这一节也是踩钢线的,稍后再说一下为什么 这一节有我许刘先生,还有纽西兰有机小菠萝,耳德台仰 大家好 马来西亚的大马sir,马来近 各位网友好 澳洲小小西瓜,真bc 你好,我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好,记住了,赞我们这段影片,留下言 最重要是订阅了芒向编辑部YouTube频道 静向部晒冷气,三个YouTube频道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多多点赞 好了,为什么这一节这么踩钢线呢? 就是要讲讲周星池,星爷这一宗 和他的前女友于文鳳七千万的佣金案 当然,于文鳳小姐就入品去追回星爷七千万佣金 他说七千万佣金 因为是十分一 那即是帮星爷赚了七亿 因为他说十分一,十分一就是七千万 我们今次为什么这么踩钢线呢? 就是说,他们没有白字黑字签了约 他们写着说,我从何时到何时到何时到何时 来给你十分一的佣金 他们又没有这个合约 但是于文鳳小姐又说他有这件事 当然,于文鳳大家都知道 他和星爷曾经是情侣,对吗? 是 最后星爷应不应该自己 算了,我没有搞那么多了,我给你算了 为什么星爷又不给呢? 当然,我们在男星的角度 也不会一定支持星爷 不要给,日文都不要给他 我们也不会这样的 我怕你给那些网友 不要那么激动 给他,武功也有努力啊 帮你站多次 我们是中立的 不要骂我们 我们是中立模式的 是,没错 也不认识周星馳 哎呀,我们也是那句 我们虽然不是法庭网新闻 说这些黑暴 我们今次试试法庭网新闻 说这些情侣的金钱瓜葛 如果你问我 不如我先说吧 我不是因为怕女性的网友 你当然是这样说的 我真心这样说的 整个男人 尤其是成功的男人 很多时候背后有一个女性 帮他们 帮他们,让他们去 专心一点他们的事业 等于大马长应该都知道的 马榮成 就是我们香港很出名的 马太 马太 曾经见过他 是 因为马太 风云 为什么他会成为马太 就是 推卖马sir买保险 马sir可能觉得他 挺漂亮 又觉得挺好 大家情投意合结婚 马sir就可以很努力 他会在他漫画和天下 他那个事业上打拼 他太太就帮他筹谋投资 或者搞这些改变 当然了 他们又生了小孩 有一个圆圆整整的家庭 所以马sir可以退休 现在退休之后 不用再说风云 也不用搞什么 他可以好好享受他的退休生活 当然了 有很多的物业 也帮他赚钱 找了很多回来的 好了 其实周星馳 如果你问我 我觉得 暂时看他们两个在法庭宣誓之后 再说的话 其实于文鳳也是在星野 他打拼得最重要的时候 甚至有些长江一号 或者功夫也好 或者很多不同的时候 他可以专心他的电影的时候 他的物业和他的投资那方面 有于文鳳帮他 真的可以说是钱赚赚赚赚回来的 你想想 他这么忙的时候 哪里有空去搞那些什么 天比高 又去搞那些什么 现在我们说一下 于文鳳 他追他那个投资项目的 10%的利润那里 包括什么 包括豪宅的天比高 大埔 比华里山三栋独立屋 连车位 还有一个投资基金 只是这一部分的东西 其实要和他索尝7千万的钱 如果你问我 刚才大马sir 也在麦后都说了 其实和陶仰都说了 7千万对于升爷来说 不是一个什么大数目 为什么不给他呢 虽然分手 但是武功都有劳 其实我觉得如果给他 也是合理 为什么要搞到对保公堂呢 真BC 你会不会给他 我是会的 我是会的 可能 我是升爷的话 我可能会 给够一亿 用了13年时间 拍拖了13年 其实 这么说 都帮他赚了很多钱 帮他打理公司 甚至是生活 都是整理得整整有条 其实 不要说拍拖 其实当一个老主顾 其实都不 以日升爷今日的身家 其实都不是一件什么大事 还有 其实我知道 其实于文鳳本来都很厉害 是赚钱的 但是 做了星爷的个人财务顾问之后 2002年的时候 其实每个月只有2万元的月薪 比他之前赚的钱少了很大堆 后来日升爷最高的时候才调到他只有5万9元港币 之后最后于文鳳还是自动减薪 减到3.5元港币 其实这样说 你说如果真的贪他钱的话 不会自动减薪 我想 都是因为 喜欢他 如果不喜欢他的话 怎会这么大牺牲 13年的青春 还有 可以在外面赚钱的机会 他也是 可以这样说是全心去 辅助这个男人 其实我觉得 如果是我的话 他要7千万 那会比较一亿 对于星爷来说 又不是大数目 可能都是大数目 但是 他帮你这么多的时候 其实13年 人生的几个十年 其实我觉得 都是不枉过的 如果7千万的话 我觉得不枉过 那也是那句 你说10% 10%是赚到那10% 我觉得 十分之一 我觉得 给出去 都是合理的 而且还有一件事 刚才阿珍BC都说了 他本来跟你说 要那个人工 都只不过这么少 很老实 很多盲友 我都知道 很多盲友 都是大家 专业人士又有 或者在职场上 都打滚了很久 这个人工 很老实 跟盲友说 你给我 未必 够生活 两万元 两万多元 不够 最高的时候 三万五元 加到他五万九元 他都不用自己减薪 这么好 是吧 其实都是想 做你背后的女人 可能你很累的时候 或者你都很心烦的时候 回到来 起码都会有个人 可以跟你 谈谈心事 谈谈谈谈谈 听下你将来之后的打算是怎样 你有什么计划 可能你在外面 对着某些人 你始终叫星爺 是吧 就算对着田鸡那些 他都不是那么客气的 都是很困难 田鸡和他 讲回私人生活 就是怎么服事 其实老实说 星爺 你看一下 回顾他的全部 全部和他合作过的人 对他有好评的 应该是少之有少 真心说 我想是难相处 是吧 太有个性 他自己都承认自己难相处 这个他自己都承认的 是啊 他不知道拍《陶学威龙2》的时候 在《荒山夜宁》拍 他那些助手 还是什么 长毛的 买了一大堆 什么猪柳蛋汉堡 还是猪柳汉堡 大家一起吃完就马上开 他一边吃一边说很难吃 他要吃叉烧包 他说他想吃叉烧包 但是没办法了 你肯定承认也要承认 例如田鸡的时候 他想打电话问他 你起身了吗 差不多要出发了 还是怎么样 他都不敢直接问 你起身了吗 可能他打他去问了 他说是姓妈 姓妈 姓爷起身了吗 还是怎么样 跟着他才 没有啊 可能他说 糟了 但是我赶时间 你要想一想 究竟是怎么样 他可能间接地打他去问 哎 姓爷 你今早想吃什么早餐 可能他会告诉你 他会马上 准备了给你了 但其实田鸡一早 已经买了几款 一定有一款是他想要的 很难服侍 很难服侍 是啊 他第二次再这样打你的时候 他又不能用回头一招 你想吃什么早餐 做什么 你这样打来问我 你想查我啊 这样说他 你不要当他傻 那还有 要说回这个 所谓的叫7千万的事件 那为什么都会觉得 要给他呢 就是 昇爷原来都已经 58岁了 人生就快到了 一个甲子 花甲 是吧 我觉得 你这个人生呢 都很老实 你这么多钱呢 你都不欠在那 叫做7千万 那当然你问我 那当然是很大 很夸张的事了 就是花了一小 可能差不多花了 到退休了 起码都 对于星期来说 都不是说太过什么的钱 我觉得 如果人生不是欠这7千万的话 或者你给了7千万的话 大家 就是对于于文坊来说 他又觉得他心舒服一点的话 就算有些什么咬叫都好 就是当中有些什么 大家分手前有些什么不开心的 都好 我觉得都是应该的 就是让大家 不要 大家心里面有条刺 就是好像都 整十年 十年以上的时间 是吧 是 江湖全民 有 星期大概有15亿身家 嗯 是 如果15亿 即是都 60岁 我当了星期 是 就是在香港 就说少不少 但是 就是要比起 说他多 就真的 就是 因为香港非常多富豪 大把有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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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好多 就是 但是如果你不是说很豪洗 好像星爺这些 我不知道星爺洗法是怎样的 你说周润发的 应该都洗不及了 他多多都是去行山的 是 相对于星爺的好朋友 刘连红 但是大楼 他跟大楼真的差 很远 大楼是过千亿身家的 是的 于文鳳都说 其实我不是说 乞求你给我金钱 还是怎样的 就说 当时 这个承诺 就说周星驰在山顶 一起看着 維港的景色的时候 是不是那时候说啊 还是怎样的 于文鳳又说 有机会不是他 还是怎样的 很多 古灵精怪 都有一些 又说 究竟是不是他听错 我还是怎样的 都众说纷纹 我觉得就不应该 要摆到上法庭 就是将两个人的事 是的 当然了 你说我们是星爺粉丝 或者是怎样的 很关心星爺的事 当然很想知道 但是我又不会太深度去看 我觉得他这样说 一定是错的 这个是虚人 这个是好人 始终有些位置 是他们两个人才知道 或者可能未必 真的在法庭那里 都要说出来 但是如果星爺 为了这7千万而说到 就是所有的事都翻出来 给人看了 或者两个很私隱的事 都要拿出来说的 我就觉得不太好 暂时都没有的 幸好 暂时 所以他不再拍戏 我都觉得有些少少可惜 有些少少可惜 是吧 是 但是也有消息 他今年 其实就将他太平山歌库山普落的天秘歌 押了给摩根大通 哦 这样啊 融资 可能有其他投资 不知道了 哦 这样 说一下邱婷的时候的妙问妙答都挺过瘾 好 有个影迷就拿签名 喂 星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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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爺就签名 星爺 一会儿 那个影迷就说 我第一部看的电影是长江7号 然后星爺就说 是? 长江1号第一句对白是什么 然后那个影迷就打不出 星爺就说 喂 拿签名来 哈哈哈哈 看看吧 这个 有个记者就不知说 问星爺拿卡片 先看星爺说 明天吧 明天我都来 记者就星期 明天星期六 你没有明天来的? 阿娥姐都去 陈玉我 以前是和杨岳桥 斗得难分难解的政坛敬敌 大家记住他带着 带个发甲上去 就是别人说他 在立法会竞选上 第一个要司拉 录上去的阿姐 阿娥姐 陈玉我 怎样的发甲 是不是有个圈那种? 不是 很大个 扎着整个计那种 哦 台湾的女孩很搞笑 她不知为什么 喜欢整个发圈那些 在额头那里 卷起前面的阴头那些头发 她这样定着一大个圈那里吃东西都可以 心里想 好事不甩 她意思是 我这样卷起头发 到时候 我晚点放下来的时候 前面的刘海会会 碰碰地弹起了 哦 OK 阿娥姐 这个陈玉我 走去一岛 周星池的风采 然后陈玉我说 喂 你认不认得我? 星玉我说 化妇认得你 哈哈哈哈 有个女粉丝说 哇 我好喜欢你 我特意在内地过来看你 星玉说 通关了吗? 都挺搞笑的 她也不知了 她知道 她要回内地做事 那些人 我都不知道通关 是 应该 她可能都在等 因为好像欣子丹 最近 回到国内拍戏 他要 由香港回到去的时候 他要接受隔离 隔离那段时间 他全程差不多留在健身房为主 很棒 粗得很健康 在那里练一字马 还是怎么样 在那里练一字马给大家看 还是怎么样 那我们继续说 哎 你会不会给他那些7000万呢? 会不会给啊 都是看子的 副袋有多少钱啊 就是如果真是 500亿的 7000万收到税了 毁了他 免得又上庭 麻烦了 不过有时候很难说 我自己认为 就是可能就是有些气呢 就 那气下不了 就 怎样都不想给 就算 我这个律师费要花成亿 我都是要 是不会给就不给 就是 有时候有些人的气呢 就是下不了就下不了 我认为他是 阿星爺就下不了气 下不了一口气 为什么要给他 啊 分手了 给你干什么 是 可能他们分手的时候 可能会不会有些位置 是令到星爺顶着气呢 是吧 是啊 会不会这样想啊 嗯 如果 但是我是倾向 都是比的 是 可能我们 其中我们 那三个呢 都可能比较 是念旧情 那就看看吧 看看他 尼尼分手的时候是怎样 如果有些东西令他 是很难受 他有些东西还没说出来 什么原因 因为 始终 就是 七千万 说多不多 少说不少 会不会是他本身 不是真的那么有钱呢 所以 很守紧呢 他好像说自己戴绿帽 是不是台阳 哈哈哈 如果是戴绿帽 更加就不可能了 是啊 他看报纸才知道自己戴绿帽 于小姐就说 那时候我们分手了 哦 哦 哇 这样啊 如果再摸下去呢 我都不想看到星爷 有些不是那么好的东西 被人摸 就是摸到上庭 我就觉得不是那么好 但是希望大家可不可以 于小姐有没有办法去商量一下 打个折也好 还是怎么样 那样了 那越闹越大呢 我自己就觉得 都是不是那么好看了 是吗 是啊 那好了 各位网友记住 刘夏言觉得 你觉得应不应该要 要给回于小姐呢 那最好呢 大事发小事发和 和平解决 是 我先说一下 除非在他们分开的时候 其中一方 我不知道哪一方 有欺骗的成份在这里 所以你就觉得 这个钱就不应该给了 嗯 是 那于小姐就 说 现在呢 就算朋友都不再是了 哇 这句呢 如果对着曾经 怎样都好 他们说了 十年还是怎么样 是吧 十三年 十三年 就是合作上也有 戀人方面也都有 始终都有些快乐的日子 是吧 有时候都很怕那些人 是 有些人可能分手的时候 会很多很多 你一定有些不想见到的东西 或者再不能够下去的东西 你才会分手的 是吧 是 不要只是记住这些太过 大家互相伤害的画面 的情绪 都想想一下一些大家开心的时候 那是否会可以令那件事 会背磨少少呢 我有时候都会这样想的 不如这样 那我们这次暂时来到你先 希望星爺和朱小姐之间的过 也要解决 也不想见到星爺那么惨的 两个都惨了 应该是两个都惨了 谢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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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